装备发展,印度提议增产苏富30MKI核为光辉战斗机配装中原巨弹。 2018年5月15日,印度商业标准报网站报道称,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已向印度空军提出增产40架苏富30MKI战斗机的建议。 5月14日,今日印度杂志网站报道称,印度空军提出了为国产光辉战斗机配装中原巨空空导弹的设想。 Hell董事长特苏瓦纳拉朱,T.Suvana Radu,称,增产的40架苏富30MKI的单价可保持在42.5亿卢比,约6250万美元,约为印度空军阵风战斗机价格的三分之一,后者价格为112.5亿卢比,不包括机载武器和后勤保障成本。 自2010年以来,Hell一直以42.5亿卢比的价格交付苏富30,并已经吸收了制造和保障苏富30的技术,可用同样的价格再交付三个中队的新飞机。 该公司目前正在为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奈希克飞机分部生产苏富30战斗机,该分部还承担修理和翻修苏富30MKI的工作。 印度空军计划装备272架苏富30MKI,只有50架全由俄罗斯制造,Hell正在制造其中最后的23架,如在增产40架。 印度空军该重型多功能战斗机保有量将增至312架。 此外,Hell还被要求改装40架苏富30MKI,以挂载使用长8米,发射质量2560千克的布拉莫斯A超声速防区外控地导弹。 2017年11月22日,印度空军宣布,印度空军成功从一架苏富30MKI多功能战斗机上,向位于该国东海岸孟加拉湾的一个目标, 试射一枚布拉莫斯A超声速防区外控地导弹巡航导弹。 该导弹射程45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马赫数2.8,配装重200至300千克的常规战斗部,超声速巡航飞行的高度为10米到15千米。 空射试验中,导弹从接手机器、电器和软体改装后的苏富30MKI战斗机机副中线挂架先以以自由落体方式投射, 随后导弹发动机点火并向位于孟加拉湾预定目标飞去,印度国防部图片。 今日印度的报道则显示,印度空军计划为光辉战斗机综合的中远巨弹是欧洲流星级别的,并已为此发布招标书。 印度空军要求该导弹可在100千米外催空中目标,计划用于配装印度空军订购的83架光辉MK-1A战斗机。 上图为光辉战斗机试射以色列拉菲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的德比中巨空空导弹。 该导弹射程较劲,但拉菲尔公司已为印度发展了增程型,尺寸未变,缓装软体定义的固态雷达导引头和双脉冲发动机。 其中第二个脉冲可在飞行过程中的任何时刻由飞控系统激活,最大射程号称已超过100千米。 拉菲尔公司还宣称增程型可提供流星导弹80%的能力,但价格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 下图为光辉MKEA的一些主要特征。 该型别将配双美国通用电器F414-G1-INS6发动机,加力推力90-98前牛,英国科巴姆公司空中加油探头, 以色列航与工与工业公司埃尔塔子公司的EM-2052有源向控制雷达和吊舱式电子站EW套件。 印度空军已订购40架光辉MKEA和83架光辉MKEA,计划未来再订购201架进一步改进的光辉MKEA。 。